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中秋节倒数一个多月 中秋礼品广告已经处处可见 为了协助桃园市六家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销售 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邀请Lenigos 共同为庇护工厂中秋礼品促销 郑文灿也率先购买10万元礼品 派能带到买器 另外 宫24公元活化计划 会在旧桃高女生部校长宿舍 设置第七家庇护工厂 郑文灿说 桃园有六家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 每年销售额约2000万元 每一家都用心推出各式产品和服务 包括烘焙方有机农场和写车美容方等 其中还有十几名员工取得烘焙食品技术是郑兆 庇护工厂提供身帐篷有职业学习 植物设计让身帐篷有能够自力更生 活出自信 会中还颁奖给订购桃园庇护工厂产品的机优企业 政府机关庇护天使工作影像绘画比赛 奖者奖项其中购买最多的近棚工业公司 购买了七十多万元中秋礼品 一者可治桃园市身心障碍者 庇护商品EC购官网购买相关商品 桃园庇护工厂推出中秋节礼品包含 一店烘焙咖啡屋 喜悦巴入礼盒等多种中秋礼盒 电话4278229十字路口咖啡屋 市府小站月圆幸福礼盒 电话3340139 庆兴小站庇护参方庆兴蛋黄酥等多种中秋礼盒 电话4799595分机 325292 乐陶陶咖啡 简餐方蛋黄酥礼盒等多种中秋礼盒 电话369 8553分级2601 乐陶陶喜车美容方中秋节当周来店里 电话369 8553分级2666 美好庇护工厂 庇护传爱无毒蔬菜 电话4718695 员